從Corneria deal,要了解於電影的歷史。 我最近在寫了一篇文章, 你最近某素民族電影史以來印出的修行、 的一個解釋模式就是用後殖民主義理論去解釋,後殖民主義理論解釋小殖民族歷史的時候基本上就說中國是一個內部殖民的東方主義,內部東方主義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理論它完全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它本身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一個成果,所以這個歷史完全就進入不到它的敘述裡面。 所以它在這個過程中後殖民主義就完全把中國的政治性質給抹殺了,它就把中國等同一般的民族國家,所以我說這個民族國家雖然都叫民族國家,可是在這個國家性質上是更重要的, 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作為唯一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會變得很重要。 所以民族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性質在今天變得更重要,因為我們今天特別是後殖民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裡面我們都講新社會運動更重要, 他們把希望放在新社會運動上而放棄了對國家本身的理解和爭取,所以我說我今天其實還處在一個民族對未完成的狀態, 因為我們中國有台灣和香港問題,實際上中國的民主主義並沒有真正的完成, 那麼非洲其實他們的民主主義的這個過程其實也並沒有真正的完成,所以我們怎麼樣在後民主主義時代,後殖民主義的時代來討論這個國家的性質, 如與其我們放棄對國家的這個爭取,其實不如說我們今天更加需要的是重新去爭取國家, 成為一個能夠站在人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這個國家,所以國家的性質其實在今天強行是前所未有的重量起來的。 或者大家可以先再提一點問題,收集之後再回答。 我聽了也很有趣吧,尤其是關於這個大學的卓越性和相關性的問題, 因為教育的問題事實上也成為當中中國社會的一個焦點問題,一方面是基礎教育的問題,社會上的討論比較多。 但是其實高等教育的問題,我們現在在大學中的人都感覺到問題其實是基礎教育還要嚴重的。 剛剛聽教授講卓越大學的時候,我在想到現在有個可考要創建世界一的大學。 這個已經成為我們大學辦學的一個基本目標,又是一個核心目標。 但是這個的確確是有一個相關性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當然現在原容品也成為一個符號,也是一個需要爭奪、需要爭別的一個符號。 但比較有意思的是,我覺得這是一個例子吧, 它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個中國的科學原人員。 原容品,當然它的研究是有爭議的,我覺得這是一個表徵了。 這說明就是在一個大學為代表的一個知識共同體裡面。 我覺得我們現在跟信玉老師講的一個情況過半天一樣, 我們現在因為改革開放也已經三十多年了, 毛的時代的教育革命,包括已經成為一個遺產。 那我講一下。 原容品現在是開了一個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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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原容品現在是開了一個東西嗎? 我注意到,我可以說是介紹一個情況,也是我自己的困惑。 我注意到就是在比如說北大的改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這樣一個進程裡面, 中國有一些知識份子,我覺得也越來越發出一個比較強烈的聲音。 如果用教授的語言來講,可能也是一個相關性的一個問題。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最近像甘陽,它有兩句話, 我覺得這兩個放在一起來看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想幫你介紹一下,幫你注意了。 一方面就是甘陽說中國像清華大學北大,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了。 另外一方面,我們現在很多人家還沒有獲得久, 是因為我們現在,中國因為人口基數大,比較傑出的人才是很多的, 但是我們的大學還沒有有一個像西方那樣的培養最傑出精英的這樣一套機制。 簡單地說,如果我們這個指標能夠完成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好地宣佈這個所謂一流大學就完成了。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這個話,我當時看了之後我就笑了一下, 因為我對甘陽有一點了解, 我就覺得這裡面可能有一個類似悖論性的一個東西, 比如說,這裡面是不是又...我也沒想好, 我的意思是,從邏輯的意義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相關性的問題可以是一個地方性的知識, 可以是一個主要是與社區、與民主國家、 與民主國家、為為單位來衡量的一個程度, 但是似乎又存在著某種被設定的議題, 這個議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又是全球性的。 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就是現代的所謂科技可能成為一個表征碼。 我的意思是說,講科技就好講, 但是是不是在社會科學、在人文科學領域, 的確確還存在這樣一個所謂普遍主義和特殊性的這一個比較, 我覺得還很難避免的這樣一個悖論性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就是說,我能夠了解, 大體上能夠理解這個教授所介紹的非洲經驗的邏輯展開, 但是我還是沒有聽到,在這樣一個悖論性的問題面前, 非洲的經驗有一些怎樣更好的處理方式, 或者說,對這個問題, 把困境展現出來之後,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一些經驗, 或者說表現出來的困境, 我大概是這樣一個問題。 把問題丟回來。 把問題丟回來。 OK,讓我再說一件事。 OK,讓我再說一件事。 I'm very happy to hear your comments. and thank you for it. So the question of relevance, I think both o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I think the question of relevance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It doesn't have a single meaning. in our case,the state usually thought of relevance as so many engineers, so many doctors,so many this this this, in a very technical,professional sense. relevance is satisfying the manpower needs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maybe society. and maybe society. and that was it. Therefore in a very short term sense. So it almost conformed to a caricature, where scholarship is the name of a longer term knowledge quest, and relevance is the name of a very short term, very pragmatic. which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 think that a lot of the debates in universities the world over actually,not jus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no longer accept the universalist claims of enlightenment scholarship. and are beginning to think through the question of the universal in a historicized fashion. So I think once you do that,you open up a debat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universal. You even open up a debate whether the universal is something which exists or something which we aspired. one singl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al. So it's a big set of debates begin to open up which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a quantification of excellence. excellence somehow has to be thought of. I'm not saying we throw out the notion of excellence. But I'm saying it has to be thought of in a different way. The citation index and the you know how many journal articles that doesn't that's just some thoughts. Just to say th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notion in 1810 was very much about meeting the manpower needs of the state. That's how the German state expected the University to contribute to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Germany in Europe at large. Now nationalism. We have a very big debate going on. Okay. And And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giv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ut I'm going to just keep trying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kind of issues in this debate. Some historians are beginning to go back to the period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and they're beginning to argue and they're beginning to argue I'm sorry. I got involved. I got involved. 首先 教授說的是 你們 來說一下 relevance 就是相關性的問題 可能大家都比較感興趣 但是相關性這個問題 其實是對於不同的人 其實有不同的意義 它並沒有單一的意思在裡面 說到和國家建設 會有國家的相關性相關 我們可以看到 在技術的意義上 它跟人的man power 就是人力的問題相關 它會滿足一些公共的社會性的要求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個 已經產生了很多的爭論 我們知道啟蒙的這樣一個知識 啟蒙的知識已經不再一致 不再完全的對啟蒙的知識 有一個無反思的狀態了 所以我們應該採用一種歷史的方式 去思考這個問題 去思考這個問題 去打開一些空間 去追問到底什麼是普遍的東西 那麼涉及 那麼涉及到 他又談到了 德國的這樣一個經驗 那麼他說 德國在這樣的語境裡面 他也非常關注這個人的力量 他是通過這樣一個系統的高等知識 改變德國人 可能我在這個翻譯有點移動 不好意思 可能其他老師說 我補充一點點 他大概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已經很難去接受 這個啟蒙的不變主義 同時要把它歷史化的去理解 這個什麼 都在什麼條件底下 去提出來的不變態 那不變主義到底是 客觀存在的事實 還是我們想要追逐的 這是不一樣的問題 那他到底是以一種單一的方式存在 還是以一種多元的方式存在 那所以這個整個論辯的這一些 一整組問題都在這上面發生了 那事實上到了今天 也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Excel這個東西 是不能夠被量化 不能被就是說 發了多少文章 有多少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引文 SSCI 那其實他說 要講這個 這個技術性的東西 其實1810年 那個博英大學 當時也有這種 就是說到現在才發生 這些東西的論辨 後是談到了這個 民主主義的問題 就是民主主義 其實爭論非常多嘛 但是他暫時還沒有答案 但是想談一談 就是圍繞這個議題所展開的 討論的一些意義 他談到 剛開始說到的是 有很多歷史的學者 回到反殖民這個鬥爭 這一時期 今天考慮過兩句話 要談到 老師 今天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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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謝謝 我覺得 有多詞 你是 有多詞 我旁邊 你明天 有多詞 我來不想做 有一個 一段 文大学 回到 and saying that really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does not have a single political project called the nation and it is not right to equate anti-colonialism with nationals and then in fact you can identify different tendencies inside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only one of which was nationals so that's that's one one discussion second discussion is people on the left anyway generally agre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overeignty tremendous importance of sovereignty in today's world and and are very suspicious of the discussion of universal individual rights is a way to reach behind the sovereignty simply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is nothing bu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rongest powers so that's the that's the suspicion now this discuss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aspects of sovereignty so the internal the external aspect they understand as a continuation of anti-colonialism into anti-imperialism nobody has problems the debate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aspect of sovereignty it has been subordinated continues to be subordinated to the external aspect of sovereignty thereby the assumption has been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with independence that we are still in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s still in the colonial question people don't buy it okay so this was this was the debate the university of the Islam debat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endency and democracy peopl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seeing this as alternatives but how do we how do we theo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tween the two I would say that remains an important question I would say that remains an important question okay what is the problem he said 反殖民 并不是一个只是關乎國家的問題 不同的形象在反殖民的過程裡面都是存在的 民族主義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 如果是他想以ため 這 Negri的左翼來舉個例子 他说裡面很重要對它們來說是主權的問題 主权的,但他很怀疑普遍的一种关于权力的话语可以绕过,或者说是主权的问题来谈。 他关于主权问题想谈内和外两个方面,关于外方面他说是主权问题关乎反殖民、反帝的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这一套内在方面是跟民主的,或者说是跟人民的主权相关。 那么怎么把这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思考是最关键的。 基本上就是说后者,也就是说指向没有争议的会是说,这个主权对于对外,这个东西的争议不大。 可是对内的部分,这个所谓透过个人指向主权的这个东西,常常被压缩在这个国家的主权底下, 然后很少有很充分的这些思索跟讨论。 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到现在还没解决,也一直就是说中间是有张力的,持续是一个问题。 对内的关系。 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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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的看法, 它是困难的认识的认识是认识和其他认识是认识是认识的 我认为这些认识的认识是认识的认识是认识的 没有其他认识的认识是认识的 无认识的认识是认识的 这就是我们能够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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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的 我们一样,我们竟然从我们而去认识 并 获得我们的方法 SO, if all experience is local then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some local experiences which are theorized and others which are not and therefore are seen as deviant not different but deviant and the challenge therefore the challeng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lies in the challenge for what does it mea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for the scholar to become relevant is to theorize local knowledge that's the challenge that's the challenge is no longer to accept that theory is universal and experience is plural but theory must be as plural as experience all knowledge is comparative I mean you must have a reference to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so all knowledge is capable of being theorist in this matter Thank you 任何的理論都是從自己的經驗開始抽象的,所有的經驗其實都是local的。 這個差別在於,有一些地方性的知識是被理論化的,但有一些是沒有被理論化的。 現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學者如何去對這些未被理論化的經驗進行理論化。 現在的挑戰是在於,沒有被理論化的經驗是被當成偏差的,低變的狀態。 那其實最大的挑戰,也就是在於,學者的relevance在哪裡,也就是能不能夠去理論化我們自己代替的這些經驗。 那在這個前提底下,也就是說,不管是理論也好、經驗也好,都已經是多重的,都是單一的。 那也就是,所有的知識也都是比較多,因為你沒有參照的點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構成的知識。 所以也就是,這個挑戰之處大概就在我們這些地方,有沒有辦法、沒有任何能力去把一些東西理論化。 而且是按照我們自己的經驗。 多謝戰利時,真的是 coloured,有些良心理論。 viewpoint 6 ном 之後 showing you our collection of pieces of science. 確實すごく是ause這點意義的。 先讓你們 Enfin讓我來看吧,我覺得《aro przep tomorrow》是有一點說現在的意思。 郭文貴先生,我認為這個實用應該解釋成為實用,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通過這樣的框架來解釋非洲的高校教育的發展。 但是這個都是因素的,一直到中國,這一點我是很贊助的, 因為中國的教育的發展是近代式的,近代式的過程式。 其實非洲是非常不一樣的,要考慮中國的狀況的話,必須要考慮強壯政府的這種現狀。 然後老師有兩個問題,我是記下來,我想我就仔細說一下我們的看法。 第一,就是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差異。 我覺得老師的那個給我的,聽老師講完他的那些paper之後呢, 我的感覺是,可能說從老師那種二分上而更容易理解, 那些學者,他就是傾向於excellent,就是卓越性的。 而公共知識分子的話,他就傾向於是一個實用性的。 所以我說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說得更容易一些, 但是我這次還是應該保留一下意見分別。 對於我來說的話,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百無一用事出生。 我覺得這兩個的話,總體上來說,跟reduance都有很大的區別。 不論一些問題,其實文科的文科, 無論你站的一樣是一個交叉的, 他其實還是很明地的。 他並不是一個像醫生或者是律師第二方面的人。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瑞士和南大那上面掛的群, 都是法國人,歐洲人,英國人。 我對別的學科了解很多,但從社會比較讓人來說, 我們現在用的一些理論很多都是法國的,美國的, 然後英國的補助,的確是這樣的。 法國現在的一些東西,一些時代, 我們這個學科其實是非常著名的。 然後,單從我們社會學的角度上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從建國之後,八十年才開始, 才開始重新建立這個學科。 因此,我們還要實現, 我們確實有很多的處處。 所以,我們國內的學者可能也在這方面, 也在不斷地學習。 我們就也有很多,就是著樂的學者。 比方說像是教室,還有偉大的前校長,這些都是文博業學的,他們沒有要為了掛在牆上才讓我們一起,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國內有這樣的學習。 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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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過rets,學習,學習和學習,學習! 乡情感 Alors、ING patients Wim of the process. Bu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ituation is quite apparent. So... What's the... What's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move me into the distance for us to talk about history. Becaus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ocialism in Europe has transformed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the nationalists so in that way the Europe abandoned or betrayed the socialism itself so that's a very important background that'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f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hich lead by Leninism Leninism has been labored itself as a ki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of course the debate happened after the Stalinism Stalinism was to build one socialism in one nation or in one country which is also a debate, a great debate betwee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urope socialists so in Norwa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me is that how to interpret the labor of the socialism in Soviet Union and China which also, which both of them used nationalism to fulfill the socialism it's difficult to judge it because this is a great debate one is that this is the fake socialism because it's this kind of the old another label is that it's not socialist, it's kind of the national capitalism but to use the socialist labor from the Europe socialism perspective the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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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arded China as kind of the 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y labeled it themselves as a kind of the socialism but they forgot the colonization colonization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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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in Norway we wish to save the socialism how to how should we do how should we do abandon nationalism or reopen the nationalism reop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ism and the socialism capitalism has hijacked the nation state no one challenging that is illegal but if socialism can socialism use the nation state as a kind of agent to fulfill socialism yes is is that open question oh it's it's hard to say till now but in China we we still on the process because China is still on the cross road on cross road which means you can push Chin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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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away of the capitalism or or you can push China fulfi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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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promise of the socialism so this is a cross road so in Norway rather than we label China as a kind of national capitalism which means which means China can be easy or can be legal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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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capitalism or be to be imperialism or we should label China as a kind of socialism so they can be they can limit it in this socialism socialistic characteristic can can't reveal this promise as a socialism country so that's very significant for us to rethink about nationalism as a kind of socialism agent that's something that's to be to make not it's not but good it's so that's the one 蘇聯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都是在一戰之後的,只有一戰之後才會有蘇聯和中國的革命。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在一戰之後討論,我們就沒辦法討論中國和蘇聯。 蘇聯和蘇聯的第三國際出現的前提是,一戰之後歐洲的傳統社會主義都變成了民族主義, 所以歐洲的工人階級都倒戰了兩邊,因為他們都變成了對工人階級的背叛, 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的背叛才會有歐洲今天的社會主義。 歐洲今天的社會主義忘記了自己的歷史,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要接的是那個歷史, 所以他們要把終結中國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截斷,所以他們那個照片裡面是沒有中國和蘇聯的, 是因為這個歷史他們要這樣去接起來,我都忘了解釋這個,待會再說。 然後二戰之後,蘇聯列臨到斯大林一個很大的國際攻略的一個很大的戰爭,就是一國能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那麼一國能不能實現社會主義,歐洲的這個社會主義都認為一國是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 一國實現社會就會變成專制主義。 所以就,就,呃,問題就放在就是說,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移民主義出現的社會主義, 它有沒有它的合理性和歷史的合法性? 因為資本主義綁架了國家,就是資本主義綁架了國家, 所以資本主義變成國家,我沒人去挑戰說,資本主義它是一個國家, 我們覺得它不合法,不合理,我們覺得很自在,資本主義變成一個國家, 可是如果是社會主義變成一個國家,它就覺得你是假的, 中國是會被歐洲的這些左派,他們會把中國做成是國家資本主義, 不是社會主義,因為你是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是亞西亞專制主義, 所以它不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它是社會主義, 這個是歐洲左派和右派一致的一個說法。 所以在這意義上說,我們怎麼去理解社會主義, 有沒有可能以民族主義作為一個過程? 如果你沒有一個民族獨立,你怎麼去做社會主義? 你沒有民族獨立就走,所以在這意義上說, 非要說中國是國際而是資本主義,非要說中國是帝國主義, 那中國往帝國主義一路狂翻,那就沒什麼阻攔了, 本來你說我是帝國主義,那我就走資本主義道路, 帝國主義道路,我就沒什麼阻攔了。 所以在這意義上說,我們恰恰說,必須說中國是社會主義, 你必須說中國是社會主義,你必須說中國是社會主義上, 你才能夠阻止中國華上帝國主義, 你才能夠使中國能夠去完成它的社會主義的承諾, 你必須說你的國家是社會主義性質,你必須完全能承認, 如果你不完全能承諾,你就對自己的背叛, 你必須在這個合法性的基礎上, 你來遏制中國走向帝國主義的這個道路, 所以在這意義上說,中國是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這個問題, 就變得特別重要。 其實它真的是社會主義的老崇瀨一代去處理每個名單的內容。 我相信你能不能承諾正在本地這個項目。 你不知道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 你可以先承諾的設計我先承諾這個選項。 OK I respond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came OK So Senior Sociologist I don't know your name So Look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dissolve This binary OK Not to embrace it So My question is not Which way do we go Scholar Or public intellectual My question is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binary And how do we Is it Can theory Be of practical use OK And Can practice be theorized So I think that I mean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is express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refusal to accept the binary It is a refusal to accept that theory is universal And preexisting The theory exists fully formed But it is a claim that so long as the world is there And human practices there The theory must continue to develop In response to that practic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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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at's the claim Then we have some guidelines On On How to dissolve To try To go beyond this binary Because binary is paralyzing Because binary is paralyzing So Now 我再次回应 社会学系大四同学 他说的是 Jack 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說 我們的工作挑戰 其實不是說 站在二人的立場 而是瓦解二人的立場 理論其實是有它的實用性 或是效果 也可以被理論化 他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 你看这样一个范畴 就是一个拒绝的二元的一个过程 所以世界就在我们面前 人的实践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理论要依着这样一个线索去发展 要是要跟着这个世界的现实去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 就有了一个线索 所以我们要去主动地超越这种二元的构造 I hope I am grasping your question but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est, World War One gave us nationalism, alongside nationalism, a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K, so it also gav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nationalism. The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and World War II was taken as proof that the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didn't work in the slaughter of Jews in the Holocaust. There is no way of protecting minorities endangered by national majorities if the state is a nation state. If the state is a state of the nation which is the majority, how do you protect national minorities unless each national minority has a state of its own across the border? So the only protection is by proxy, otherwise out. So after World War II they came with the idea of individual rights. Not minority rights but individual rights and a universal law and a universal court. And we know that this universal cour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never tried the Americans. It will not try the Chinese either. It will not try 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guards. So it's not an answer. So the question remains. And I think that I want to separate the state from the nation state. and I should say to my friends that you know in Africa also the state is hugely important. Not just in China. Very important. There is no defense against empires without them. The question is not important to the state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tate to society. That's the big question. That's the big question. That's the big question. So what challenge does socialism pose for us today? I think we have to separate the ques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from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Well let me say, I have two responses to this. First is,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binary planning market was discredited. And the question posed by early East European socialists of a social market. It's posed again. Market socialism. What is, in other words, the argument that the market preceded capitalism. The market has coexisted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operation. So the question is not to think of the market just within the capitalist context. But neither is the question to think that you can have society without a market. It would be a nightmare after the experience of planning as an alternative too. So this is one question. Market socialism. But the other question, not yet posed sharply, is the party question. The party state. The party state and nation state. We don't have answers. We really don't. I mean we have a question and we don't have answers. At least I don't see any, you know, I don't see a productive debate on it. But I think it's a challeng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t's talking about the question. Yes,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rr conservator.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ur community, we can think of the people. You can think they want to understand our community. 少數民族的移民權利的問題。 二戰以後,少數民族的權利不太起作用了, 因為民族國家設立以後, 它是有了一個如何去保護民族國家內少數民族的問題。 小數民族的問題變成了一個大屠殺的問題。 然後,它說出現了個體權利, 從少數民族的權利到個體權利的轉移, 普遍的法律等等。 它是想要去區分民族國家和國家, 這個是要區分看來的。 國家確實非常重要, 但是還有一個大問題是如何處理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然後,它談到的是在社會主義的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 它說是一方面是要區分民族國家和國家, 那麼還要就是談到要注意這個市場。 比如說東國國家和蘇聯的一個市場, 他們提出過這個社會主義市場, 或者說是市場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 它說這是一個很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需要思考。 還有一個他提到的就是黨和國家的問題, 就是黨和民族國家的關係。 他自己也沒有答案, 他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就是, 跟老師們還在創造一個問題。 也就是那個蘇東坡黨臺的以後, 原來就是計劃經濟管理這個東西, 跟市場之間原來的這個對立關係, 這個思考關係都不存在。 那問題是, 其實市場這個東西早於這個土地存在, 那你可不可以有社會主義而沒有市場? 他在提一些問題。 那包括他說這個是一個問題並且, 另外是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黨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其實他說這個其實沒有被好好考慮。 那這個東西到現在還是沒有和好的論點。 然後再提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一個其實就是, 從前面你都回應裡面說, 我們要去跟這個國家、 民族國家, 包括這個黨政國家。 但是我覺得, 就從您前面介紹的這個, 這個卓越和這個相關性, 這兩個爭論裡面, 其實至少從中國的情況來看, 是非常嚴重的。 好像似乎還成了這個第三種力量, 前面其實你也提到了, 就是這個行政管理的力量。 那我想請問的就是說, 在非洲的這個大學的建制和爭論當中, 是追求全球的這個一流卓越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數量化的管理, 包括各種數據的考評的這個行政力量, 和要求就是說跟地方建立更多的地方性的知識, 相關性這裡的行政力量, 有什麼差別, 還是它們其實是趨於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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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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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